嗯 哈喽大家好我是胖子阿杰 今天我们老胡兄弟还有我二弟啊 但是我二弟现在是摄影师 今天我们吃一个火焰醉鹅 现在这个火锅 现在这个都是火嘛 还是鹅在里面啊 咱们吃过都没吃过 都大鹅但如今吃过火焰醉鹅 今天品尝一下 这是白酒吗 等一下还有酒呢 这是醉鹅啊 朋友们 头一试试啊咱们尝一尝看一下这个醉鹅 这不像哥们 是不是到底是不是鹅还是燕 哦这个是酒火啊里面放的是一瓶白酒 我看到了但是那个 然后那个老板你看用这个火鸡 把这个酒火点着了哦 这就叫醉鹅 这个鹅要这么做的话肯定好吃啊 因为这个酒香味也非常的浓 这个醉鹅里面有一种秘质秘质的酱料是吧 今天我喝啥啊 然后来个铁锅火焰喝 嘎嘎咱就咳啊 兄弟七星七零断星啊 开心吃的快乐就完了啊 有点炒啊他在这买的特别的好 咱们今天尝一下 好 咱们讲 咱们讲 好 不 咱们讲 不 然后到这里头 然后又火啊 烧的啊 我才知道什么叫火焰 这那个额肺 还是比较下饭的 哦 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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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串 这个他们男人的身上 北南要干豆 儿子 你不要吃吗 吃这个 哎呦 你看 这是恶腿啊 宝宝 吃这个 东西兄在一起 我客气嘛 这是恶腿 来 嗯 鸣肉也是 非常好吃 再买这个鸣肉 也不然我们不能吃 看一样 这个鸣鸭 鸭和鸭和鸭和鹅没有话题,鹅属于是大小处 它的肉质跟蒸,肉丝跟蒸肉比较出 肉丝非常的极致 这里面有尖椒 看这个肉质啊,确实是鹅肉 这个肉质有点甜 朋友们看一看啊,这个肉质啊,非常的粗 特别的香 鹅属 你还能吃吃鸡肉 你还能吃吃鸡肉 这个我里面放着一名的白酒进去炖 就当吃完了就醉 这个是鹅肠 哎呀,再把它拌一拌 我特别喜欢吃米饭 但我觉得今天这也是在挑战 这估计得有两餐几段米饭 今天才吃的什么叫火焰罪恶 就是个白酒烧的 但是它这个有一种 它们家的秘制的酱料 它们家的秘制的酱料 真香啊 浓浓的酒香味 要是个铁锅和木柴 我的马更棒 这三个饭口 我的马轩补个盆 哈哈 大大香啊 大大香啊 哈哈 大饭必须得吃 那我吃不来 好爽 好爽 嗯 这一份这个大鹅300左右对吧 光尔特 要感谢什么啊 全下来300多块钱了 你都总共一起三百五三百左右就好了 不会啊 还是比较实惠 其实像我们和优优也就喜欢吃这种吃点米饭 天天山山海味吃着都累了 他这个越炖越久味道越老 看一看啊 一盆饭满满的一盆饭 用他们用他们下面的话干完了 好朋友们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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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